哈喽,大家好,我是蛙 任天堂在今年2月给Switch Online添加了Game Boy官方模拟器 可惜目前游戏还比较少 我所在的北美的话,一共只有11款游戏 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一下游戏画面的选项 在游戏屏幕的选项上一共有三种 分别是Game Boy,Game Boy Pocket和Game Boy Color 另外两个科学项分别是重现经典和小画面 重现经典就是套了一个液晶滤镜,会呈现网格状 而且会大幅降低画面的亮度和对比度 虽然有模拟液晶的残影,但效果不太明显 需要慢放才能察觉 小画面顾名思义就是用比较小的画幅来展现游戏画面 Game Boy的分辨率,原始分辨率是160x144 比红白机的256x240还差了一大截 没办法,谁让它是掌机呢 在做机模式下,全屏模式的游戏输出分辨率是1120x1008 7比1点对点放大 上下留有一点点黑边 小画面模式的游戏输出分辨率是800x720 5比1点对点放大 在掌机模式下,小画面的输出分辨率是480x432,3比1点对点放大 全屏模式下是800x720,5比1点对点放大 算是完全利用了这块720p的屏幕,上下没有黑边 看来老任在画面缩放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 无论是掌机还是坐机模式 游戏画面的清晰度和锐利度都是有保证的 大小的话就看个人喜好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是GBC的游戏 比如说赛尔达传说芝末岛DX 会强制以Gameboy Color模式进行运行 而无法启用Gameboy和Gameboy Pocket模式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还有点意思的话,不要忘了点赞转发评论 那下期节目我们会来分析GBA的模拟选项 记得点关注哦 我是吧,拜拜